老弟 怎么只有你个人过来啊 恶蛋呢 恶蛋临时跟我说他有事情了 就没有办法来了 都说好了 我们一起去看新房子 这家伙突然就跟我们说有事 放我们一次鸽子 算了 他没有空的话 我们两个人去 刚建好的房子挺脏的 我们两个人去打扫的话会累死掉 等一下 我看到恶蛋了 你不是跟我说恶蛋有事情吗 怎么会在前面呢 他还跟一个女的在聊天呢 好呀 这家伙 他在电话里跟我说是有事情了 没想到 他去玩 老弟 别生气 我有办法对付恶蛋 我背包里还剩几个臭烟雾蛋呢 我要把他的约会给搞砸了 大狗别扔了 被发现了 恶蛋可是会生气的 生气就生气呗 谁叫他放我们鸽子 嘿嘿 这家伙已经发现我们了 是谁在丢臭烟雾蛋 好啊 原来是大狗你 嘿嘿 就是我 老弟 快跑 大狗和老弟也太过分了 居然用臭烟雾蛋来丢我 害我的朋友都跑了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啊 我一定要去他家里 找他算账 我只放了他一只鸽子 他居然这样对我 哼 必须去找他们 大狗 你刚才对恶蛋是有点过分了 他旁边还有朋友呢 谁叫他放我鸽子的 再说了 几个烟雾蛋而已嘛 他不至于这么小气 哎 我怎么看到恶蛋了 好家伙 他跑到我家去打小报告了 完了完了完了 他跟我老妈讲的话 我肯定会挨骂的 我要赶紧过去看一看 他到底说了啥 老弟 赶紧跟上 大哥 你又干了什么好事了 把恶蛋气成这样 哎 闹了点小别扭 没干啥事 还没啥事呢 他们两个居然用臭烟雾蛋来丢我 还把我的朋友给吓跑了 阿姨 你得管一管大狗啊 有没有这回事啊 大狗 哎 确实有这回事啊 但是 这恶蛋先不对的 他居然放我鸽子啊 前几天我们就约好了 去看我们刚建好的房子呢 去打扫卫生 这家伙跟我说他有事情 结果呢 他居然是约了其他的朋友在聊天玩呢 阿姨 确实是恶蛋先放大狗鸽子的 你们两个都有错 大狗 你不能用烟雾蛋去丢恶蛋了 这是你的错 恶蛋呢 也不能去放你的鸽子 所以你们两个都扯平了 有什么事得好好说呢 毕竟你们是好朋友嘛 这件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行了行了 我也不计较了 恶蛋 你也别生气了 等一下我跟老弟还要去新房打扫卫生呢 恶蛋 你去吗 行吧 答应你的事情我也得去啊 行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出发 再晚点的话 打扫卫生的时间就不够了 去看一看这些师傅把我们的房子建造成啥样了 顺便打扫卫生 我又回来了 不知道大家还认不认得我呢 我可是巨魔 两年前我被大狗消灭后 以为我没办法复活了 没想到我遇到了一个超大的蜘蛛 接着我就跟它融合了 现在就是我全新的样貌 这次我回来就是要找大狗他们算账 还要把盖勒城踏平掉 大狗 你选的位置 太远了 这房子建的这么偏 还怎么住啊 我说恶蛋呢 市区里建房很贵的 所以建在郊区才是最划算的呢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每次都来这里住着 在这里建房呢 我们只是为了度假 有时候周末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这里住嘛 恶蛋 大门的钥匙在窗户上 看到了 我来开 哇 一股假全的味道 这房子刚弄好也挺乱的 这已经算好了 我跟老弟已经有来过一趟 把这些家具都给搬进来了 我都把电脑都给装好了 可以啊 你们两个人的速度 连电脑都装了 我到楼上去看一看 顺便把窗户打开 不错不错 上面的房间还挺大的 啥情况 怎么地震了 这房子不安全呢 不可能是地震吧 我们出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天 这外面有一只巨大的蜘蛛 刚才的震动肯定是他干的 边上的汽车都被他给摧毁了 我的天 他发动技能了 这是什么鬼啊 他刚才发出了一大片黑烟 太吓人了吧 看这情况是冲着我们三个人来的 老第二蛋 当心了 这家伙 开始朝我们这方向来了 先进屋 先进屋 吓人了 怎么这时候碰到怪物啊 大哥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慌别慌 我正在想办法 诶 有了 楼上不是有电脑吗 我们可以上网查一下 这只怪物到底是何方神圣 说不定还能查到怎么对付它呢 大哥 你不会开玩笑吧 这时候上网查 有什么效果呢 别急 肯定能查得到的 大哥 到底有没有查到结果了 查到了 查到了 别急 这只怪物呢 是巨魔 我是有点印象的 两年前我们三个人 不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把它消灭掉了吗 它怎么又复活了 而且现在的样子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呢 网上查到的关于它的资料呢 只有这些 其他的就没了 看来想要对付这个巨型蜘蛛巨魔呢 我们要有重型的武器 才能对付它呢 那可咋办 这里可没有装备啊 在楼上我只看到几根棍子 有这几根棍子就够了 先想办法逃出去 我知道下一个小镇呢 有个地方是有装备的 那还等什么呢 我们赶紧出去吧 在这里多待一分钟都是危险的 走 我们下去 我们从房子出来就看到这家伙 踩成我们的屋顶呢 我是用棍子试着瞧他的腿部 没想到一点作用都没有 看来我们要先跑了 这屋子是保不住了 恶但 别往右边跑 有装备的地方在前面啊 这远处看着巨魔 它的样子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它的力量也是无法想象啊 赶紧赶路到下一个小镇 我们沙也是暂时脱下了 还找到存放武器的位置 虽然这里的装备呢不是很精良 对付这只巨型蜘蛛巨魔呢 应该是够用了 抓紧时间拿上武器装备 最好把背包塞满 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弹药了 多拿一下弹药 还有这冲锋枪 老第二代都拿好装备了吧 都拿好了 好的 那我们就出去 会会这个蜘蛛巨魔 他已经在外面等着我们了 来了 这家伙 他发出来的技能威力好大呀 根本看不清他的样子了 这巨魔复活之后 实力真的是见长了呀 我们三个人今天能不能逃得出去啊 还真不好说啊 这巨魔发出来的技能呢 也是真够强的 直接把我的眼睛都快闪瞎了 我猜他丢的似乎是闪光蛋呢 看来我得要落到他的后面去袭击 没想到我走错位置了 到他的前面去了 我是没办法 直接硬上了 结果呢 我被他弹开了 我们接着靠近 先想办法 找出他的弱点 这家伙身上呢 有好几处会发着力光 有可能是他的弱点 就朝他的肚子射击吧 看来得换枪了 这把枪的话威力不够大 OK 现在呢 我已经换了一把枪 试一下 这把枪的威力怎么样 看来还是有点效果的 这家伙 也是不断的正在发动这个技能啊 我的机会来了 现在靠他是最近的时候 我要疯狂射击 这家伙快挺不住了 他已经没有发动技能了 嘿嘿 消失了 谁干的 刚才我还没有开枪呢 是我 我刚才击中他的头部了 没想到他就消失了呗 老弟 你这一机救了我跟恶弹呢 这巨魔再发动技能 我们杀也快扛不住了 有可能会去领盒饭呢 这一仗下来也是有惊无险啊 好了 那本期的概念模组就玩到这里 喜欢大狗玩游戏的 记得帮大狗点个关注 点个赞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